大和国本想利用人多优势击败唐军 万万没想到唐军四战四截 使用夹击包抄战术 烧毁地方四百余艘战船 大和国死伤无数 最终以惨败告终 大家好 上期的结尾 简单说了下大和国对新龙的入侵 这次入侵的主要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抢夺先进的技术 人才 物资 以及劳力资源等等 另一方面 就是方便从陆路去往中国 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用于稳固自身在日本岛上的统治地位 但是这场赌注 以大和国的失利告终 大和国在新罗的统治机构 仁纳府 于公元562年 被新罗所灭 这个结果 导致大和国内部的矛盾 更加尖锐起来 因为当时的日本党 还处于奴隶社会 其他小国虽然臣服大和国 但一有机会 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叛乱 另外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大和国自己内部 也出现了新旧两派势力 旧势力是老贵族 主张用原有的方式统治国家 也就是保持奴隶制 新势力 由于在生产力发展中取得了利益 因此极力主张 继续从朝鲜漫岛 引进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一场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国内改革 势在必行 引进外来文化要有文字基础 日本历来有自己的语言 但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从语言学角度看 日本早在神文时代就有了语言 大概分为三大语言系统 即南方语系 北方语系 和南北混大语系 南方语系 主要来自南洋群岛 以及琉球岛 北方语系 主要来自朝鲜语 满语 通古斯语等 南北混大语系很好理解 就是在南岛语系的基础上 吸收北方大陆语系 而形成的一种新语系 摘布广城 于公元807年所著的古语诗仪记载说 改文上古之事 未有文字 贵贱老少 口口相传 千言网行 存而不忘 就是说日本很早之前 并没有文字 主要靠人们口口相传 来记录事情 根据目前有文字记载的信使来看 自汉官五帝刘秀 此与沃怒国王音寿开始 日本就已经接触了汉字 但早期的日本 处于原始部落时代 相互之间交流很少 汉字并没有大规模使用 仍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 交流信息 就这样经过了 400多年的发展和探索 到5世纪初 日本才开始出现 使用汉字的记载 比如日本书记中记载的 诸国治国史 纪言斯达释方志 但遗憾的是 这些资料并没有被保存下来 只有他们的名字存在 日本近代以来 随着一些刀剑 镜子 斧头 码具等文物出土 专家们从刀剑的背面 检测出了汉字的痕迹 根据鉴定 这些文物 大概是公元5到6世纪 制造出来的 因此可以大概确定 日本这个时期 已经开始使用汉字 但是语言并不规范 也不是很通顺 只能说明这个时期的日本人 正在试着学习使用汉字 此后日本的官方文书 都是以汉字书写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公元478年 窝王5向南朝宋顺帝上的表文 也就是上期所讲的 大和国正负日本岛上 200多个国家的事情 日本虽然使用了汉字 但是本国语言 不能用汉字直接表达出来 汉字的一个字 要用日语表达起意思 有时候就要好几个音节 比如樱花的阴字 日语是 看着一个字念出好几个音节 这对平时的使用来说 是非常别扭的 于是日本人想到了 借用汉字的音 来表达自己的语言 此后大概到了公元9世纪 出现了片甲名和平甲名 片甲名是取汉字的偏旁步手来拟音 平甲名是从汉字草书中演化而来的 所以在看日文的时候 除了一些纯汉字外 经常还会看到一些 感觉像是没有写完整的汉字 不过根据最近的考古资料发现 片甲名和平甲名 并不是日本人首先创造出来的 而是直接取用了唐代乐谱上的音符 作为文字来给日语理音 平甲名曾经也叫女文字 是因为刚出现的时候 多为妇女使用 当时的日本有一项规定 妇女不能接触汉字 因此平甲名就成为了妇女的专用 大概到了公元11世纪才慢慢的被男性接受 不过日本的官方文书还是以汉字为主 随着汉字的传入 儒学也慢慢进入日本 儒学的很多思想和汉字是紧密联系的 因此从日本人接触汉字起 基本上就不知不觉中接触到了儒学 根据日本书记记载 论语和谦字文在公元三世纪晚期 从百计传到日本 不过这种说法有些学者提出了质疑 认为儒学的正式传入 和佛学传入的时间差不多 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开始活跃起来 不过在民间 由于早期大量大陆移民的进入 应该带去了不少儒学内容 这类大陆移民被当时的日本称为规划人 儒学的传入 对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 政治上 日本上等学者开始讲军以民为本的思想 伦理上开始倡导孝道 以及废除义母兄弟姊妹通婚的习俗 圣德太子执政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因为当时的中国 结束了长期混战阶段 由隋朝再次建立起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 圣德太子也想这么搞 在他所推出的改革条例中 有一条叫十七条宪法 这里面就引用了很多儒家经典 比如以和为贵 以礼为本 君臣之道 爱惜名利等等 儒家思想的引进 使得日本原来朴素的思想得到了丰富 以往的成为陋习得以匡政 政治制度得以规范 可以说在明治维新之前 使儒家思想统治着日本的政治 社会 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然 日本统治者自身 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本土化 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异化 比如在大化革新过程中颁布的大宝律令 就规定了非常严格的身份制度 把国民分为良民和贱民 良民和贱民不得通婚 否则生出的孩子也被定义为贱民 佛教传入日本的方式分为公传和私传 公传是由官方引入 私传则是经由民间途径传入 私传的明确年代不可考 根据史学家推测 要比公传的年代早很多 关于公传的年代 目前有两种主流的说法 一是人参传法说 二是物武传法说 人参和物武是甘之纪念 分别指的是公元552年和公元538年 但目前为止 史学界对这两种说法都存在质疑 首先来看第一种说法 人参传法说 根据日本书记记载 清明天皇在位期间 白济国圣明王于人参年10月 派遣使者向天皇 敬献了释迦佛金通像一尊 翻盖和经论若干 另外还附带有表文 但是问题就出在了表文的内容上 表文上有一句说 是法与诸法中最为殊胜 难解难入 周公孔子尚不能知 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 乃至成办无上菩提 这句话 有学者指出是改字佛经 《金光明最神王经》中的一句 是金光明最神王经 与诸经中最为殊胜 难解难入 生门独觉所不能知 此经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 乃至成办无上菩提 大家仔细评一下 是不是非常相似 而且还把生门独觉 改成了周公孔子 问题是 这部《金光明最神王经》 是唐代高僧易静 于公元703年才翻译出来的 而日本书记记载的这个事情 说是发生在公元552年 但表文内容和经文内容 惊人的相似 只是简单改了几个词而已 所以 这件事的可信度就出现了问题 这个表文 很可能是由后世日本人 蓄意伪造的 下面来看第二种说法 悟悟传法说 关于这种说法的资料比较多 但是日本高僧最诚 很早就提出了质疑 因为根据资料所说 佛法是在清明天皇 在位期间的55年传入日本的 但是 清明天皇在位的32年里 压根就没有55年 要知道 根据天干地支纪年的话 一个周期是60年 在小于60年的时间里 不出现一些年份是一定的 所以很明显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不过有现代学者认为 关于清明天皇在位的时间 日本书记的记录不符合史实 所以 不是误传法不可信 而是日本书记不可信 利用甘知和年号双重纪念法 加大了对历史作假的难度 各种史书相互印证 就能很容易被发现 由于存在很多疑问 所以这两种说法 并没有被确定下来 学术界一直在讨论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 日本佛教是经过朝鲜半岛传入 这一点是确定的 而且大概率是在清明天皇在位期间 关于日本书记所记载的这件事 当故事看看就行 不能当作信事 当时大和国内部 新九两派 矛盾尖锐 加上还处于奴隶社会 各个世心贵族 几乎都有自己的士族神 因此 皇室相引入佛教 这种新的思想 用于统一国内的各方势力 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遭到了士族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于是新旧势力围绕这个问题 斗争了很多年 直到后来 旧势力的几个带头大哥被杀 公元607年 圣德太子在班纠宫 成功建造了班纠寺 也就是后来的法龙寺 圣德太子掌权后 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极力打压国内的 剩余老贵族势力 试图建立类似于随朝的中央集权 因此颁布了很多措施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 十七条宪法 另外还有 官位十二阶 提倡佛教 积极学习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 编撰史书等措施 官位十二阶 是一种官职制度 目的是把中小贵族拉上来 对抗旧贵族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 效果有限 非但没有解决国内的矛盾 反而加重了旧贵族的反驳力量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大和国决定赌一把 于是于公元600年 再一次入侵新罗 首战胜利后 大和国信心大增 更是加带了入侵力度 可万万没想到 中途受挫 不得不中断行动 新罗在百计和大和的不断夹击下 非但没有变入 后来反而越来越强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得到了唐朝的支持 公元660年 新罗联合唐朝大军 一举灭掉了百计 百计残军 纷纷逃往大和国求援 当时的大和国 刚好正在进行大花改新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这期间 也遇到了国内的很多阻力 于是 便想顺水推舟 赌上一把 一旦打败了大唐和新罗联军 不仅国内的改革 会迅速推进 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 大和国也会集成大国行列 深入朝鲜班导 获得更多的资源 想想还是挺激动的 于是自公元661年 开始备战 公元662年 几乎清静国力 大规模出兵朝鲜班导 公元663年 在白江口 与大唐水军展开海战 这一战 就是著名的 白江口之战 唐军首领流人鬼 率领水军 打算一举拿下周流程 行至白江口的时候 大和国上千艘战船 浩浩荡荡荡而来 当时的唐军战船 虽远远少于地方 但船体庞大 且世界精良 大和国战船虽多 然而大部分是小型战船 大和国本想利用人多优势 击败唐军 万万没想到 唐军四战四截 使用夹击包抄战术 烧毁地方 400余艘战船 大和国死伤无数 最终以惨败告终 这一战 使得大和国举国震动 由于担心 大唐和新罗联军 会乘胜追击 便在九州各地 设立防御攻势 并于公元667年 迁都近江 实时防备 此战基本决定了 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在以后的近千年中 日本再没有赶 大规模染指朝鲜半岛 大和国内部 也痛定思痛 向大唐效法的呼声 迅速高涨 之后便大量派出浅唐石 学习先进的技术 和文化 好 这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这个系列 请点赞关注 多多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